桃园市长张善正带上BIA装置 透过虚拟实境体验桃园青创团队的研发成果 也与青创团体新住民朋友利用绿幕拍摄空间 以直播方式介绍异国料理 带观众认识跨国文化 我们有很多新住民的姐妹 那现在政府一直在推心南向 这一块我们能不能跨境电商 那基地这边都是很愿意提供更多的支持给我们 那我觉得现在真的不是单打独斗的阶段 像今天我们也不是一间公司一个人 而是结合众多的姐妹 因为是国际化的时代 首都开办XR体验债 2017年创立了桃园安东青创基地 紧跟科技趋势 帮助青年实现创业梦想 那作为一个青年创业家 女性的创业家 所以我就决定说要来申请入住 那很幸运的是也得到了这个机会 入住成功这样子 那过去一年来 我成功的就是得到了这个青创贷款的支持 同时我就申请了 金发举台湾市的SBIR 地方型SBIR XR将来的发展无可限量 是沟通我们实体世界 和虚拟世界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在这边可以体会到我们青年人 他们十足的数位能力和创意 也期待这边可以孕育出很多我们桃园 未来在XR领域里面 非常接触的创业团队 XR体验展主题涵盖教育娱乐及艺术等 体验展同时增加民众接触 XR领域的技术及应用 道运市经验局表示 透过与民众面对面导览和讨论 让进驻的青创团队 更理解市场端方向 新唐亚太电视胡树侠张年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